上次已经说好教大家越南语的数字 后来给忘掉了 所以今天咱们来学一下越南语的数字 从一到一百可以吗 好的 大家准备好了吗 现在我组一遍哦 第一 一 没 二 三 八 八 跟中文一样这个八吧 四 四 五 五 五 六 六 六 七 七 八 八 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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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一样是 数字字 番主数字了 九 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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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如果那边他们打分数的时候会打多少分 但是如果在越南打分数 如果能达到10分的话 所有人都会觉得非常的开心 11怎么读 11就是10加上1 就是11 10加上1叫11 其他的也是这样子的 10加上一个数字 15 并不是读 15 而读的是15 二读一 二读一 21 二读一 21 他在诺音 三读一 三读五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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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后面了 三读 三读 四读 中国人是不是很喜欢六八这个数字 越南人也一样 因为六八就是发财的意思 越南人就是不喜欢十三这个数字 但是四这个数字是不是在中国是不好的一个数字呢 在越南并没有这个概念哦 好的 还有最后一个 你学会了吗 学会了的话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记住给小张点个小爱心 我是越南小张 我在越南等你们 越南